10月3日接近凌晨,非法旅馆再度爆出凶杀案 怀疑是非旅经营者的33岁女死者被杀后 尸体在床底超过24小时才被发现 7月13日,位于新口岸区的一间非法旅馆 警方拘捕了10多名涉嫌卖淫的内地女子 6月3号,警方封查两间非法旅馆带走20多人 其中10多名人士怀疑非法入境 多名人士被控告身份虚假声明 以及操控卖淫等罪名 非法旅馆一般都经营在旅游区以及酒店附近 由于本澳酒店房价高昂,令不少非法旅馆都有利可图 他们的经营方式都是把一个单位改装成数个房间 再分租出去,从而从中获利 非法旅馆龙蛇混杂,为打击非法旅馆 政府还特意立了禁止非法提供住宿法律 去年8月13日正式生效 法律刚出台时,的确让不少经营者却步 不过没多少时间又在死灰复燃 而且经营者经营手段是越来越隐蔽 有的甚至只做熟客 加上警察人员严重不够 打击非法旅馆各部门似乎变得有心无力 当局已经查封超过136家非法旅馆 调查了580名住客 但当中只有两名经营者已交出20万元罚款 澳洲卫视澳门综合报道 调查了590分店别加上警察这双集inte 以前将一些20 X toι'拉伯 数大人分听了提供 REE 多为了